杨子国色芳华造型一经流出 便得到大多数网友的认可 大唐盛世以丰满为美 诗人笔下的美人都是太浓一眼书且真 机里细腻骨肉银芙蓉不及美人装 水电风来朱翠香这样的丰满妩媚 而杨子的造型淫并高碗 脸蛋风鱼看上去很有大唐美女分鸡细骨 柔润细腻的风范 书中描写何维芳是嘴唇鲜红欲低 还带着刚刚睡醒的盲人姿态 幽懒迷人 线长的脖子犹如凝质一般 穿着则是豆青色绣白牡丹的小袄上 素白的牡丹天身有着金黄艳丽的蕊 而何维芳在众人眼中就如牡丹一样灼灼身光 妖异地吸引人 给杨子做造型的陈童勋也受到夸奖 这种发型方脸或硬朗脸厚的不住 微胖有点肉的鹅蛋脸再加上修长的脖子 显得更柔和更有女人为儿制片方说要彰显顺势 目前看装造还是很上money的 前友周杰 林芳斌 樱桃这些倾国倾城的唐中美人 希望杨子这一款无论颜值还是造型 表演都不要让观众失望 塑造一位别具特色的唐中美人 国色风华中杨子和李宣的表演备受期待 魏哲铭饰演的男二也很有爆火前置 这位演员目前虽然不红 但外形和古装扮相都不错 原文中他的形象比较不讨戏 拥有女主时不知道珍惜 天天去外面拈花惹草 失去了才凡然醒悟 又千方百计陷害蒋长阳 妄想重新拥有女主 最后找了个与女主长得很像的人画笔冲击 就会让人觉得男二流畅的人生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笑话 但电视剧中做了改动 男二流畅为了家族利益迎娶何维芳 内心的叛逆和对何维芳的误解 因此初期经常伤害他 但流畅的内心深处 始终盼望着何维芳能主动表达对他的爱意 看到何维芳对自己日益冷漠疏远 流畅逐渐黑化 与蒋长阳视同水火 最后流畅接受了永远失去何维芳的事实 斩断三千反恼斯 与青灯古佛为伴 清心寡欲 流楚残生 虽然是男二但人设非常丰满 是那种很容易爆火的封披腹黑带感人设 未诊明外形不错 只要眼睛不拉胯 爆火指日可待 国色芳华这部剧目前看 无论颜值还是造型都无可挑剔 希望陈品也能精益求精 不负观众的阴阴期待 vist这种回复 未证明下